而現在北韓是再度的發射飛彈 我們先來看到是在30號的時候 凌晨的6點14分 從平壤順安朝著東海的方向 發射了10多枚 疑似是短程的彈道飛彈 跟上一次發生飛彈 相比已經來到了13天了 而且這個短程的彈道飛彈 在飛行350公里之後落入了海中 但我們時間再往前推一下 看一下在27號的時候 他們也發射了軍事的偵察衛星失敗 而且在29號的時候 發放了這個會晤氣球 所以等於說在這幾天 北韓的動作其實是非常多 非常密集的 但我們回過頭來 來看到這一次的發射飛彈 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呢 我們先來看到南韓軍方怎麼說 他們說可能發射的是 超大型多管火箭炮KN-25 這款型號的飛彈 另外在韓聯社他們的分析說 其實這一次非常罕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屬於一次性的大規模發射 狀況來說 在過去的北韓是比較少見的 但是如果我們從射程的觀點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這些飛彈的確對 南韓國境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因為包括首爾大田這些主要的城市 都在它的射程範圍之內 還有呢重要的空軍基地 包括是青州 水源 援州 及瑞山這些地方呢 其實也都在這個飛彈的射程範圍之內 所以當然對南韓來說 絕對是在想警鐘 但是呢 以南韓來說 說這幾天他們飽受這個 會霧氣球的攻擊 大家也特別關注北韓有什麼樣的回應 而北韓的金與正呢 也是金正恩的妹妹開槍說 就是送給南韓鬼怪的一個大禮 街頭拉起封鎖線 防暴小組罕見出動嚇壞南韓民眾 一連幾天從天而降的統戰 氣球裝滿文宣 垃圾和碎霧 全都是從北韓跨境飄過去的 讓南韓當局高度警戒 戰爭爆發前夕的激勢感 北韓當局還證實 確實有平民空飄氣球到南邊 還說不會阻止他們 金正恩妹妹勞動部副部長 金與正還善笑 南韓是自由民主主義的鬼怪 抨擊脫北團體 野長跨境空飄文宣 誓言送過去的氣球會 數十倍奉還 但不只平平透過氣球挑釁 北韓還被發現 連兩天透過電波干擾鄰國 GPS設備 周四一早又發射彈道飛彈 根據南韓軍方初步研判 北韓罕見一次性進行大規模發射 可能發射的就是美國編號為超大型火箭炮 KN-25的短程彈道飛彈 同時平常當局還罕見間接 評評中國大陸稱 中日韓峰會的無核化宣言是 侵犯北韓主權 連續文攻武嚇混合心理戰 有分析指出目的就是要轉移北韓 衛星發射實力 TVB的新聞都不倒 再來我們來關心的是 歐洲議會馬上就要進行選舉了 時間點是在6月6號到6月9號 但是連帶也把調查 中國大陸電動車反補貼的 這樣的狀況再往後沿 我們先來看到 歐盟執委會原本在去年的10月 抽樣隊包括比亞迪啦 上汽還有吉利汽車 啟動了反補貼調查 原本在6月5號就要公布了 其實時間點非常近 但是呢 原本在這個時間點 他們就要宣布 是不是要對中國大陸的 汽車電動車徵收關稅 但是剛剛說了 在6月6號到6月9號這個時間點 歐洲議會要展開選舉 為了避免對整個進程造成影響 選舉結果會有變動 所以說也把這樣子的 宣布結構再往後推 預計呢在6月10號 就會正式的對外說明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布最新訊息 但是法廣也說了 其實如果按照進程來看的話 法定的截止日期是在7月4號 也就是啟動調查的9個月之後 到底到時候 歐洲會怎麼樣做決定 當然恐怕要時間再來考量 再來考慮 但是呢 其實以歐洲議會目前的選戰來說 的確大家非常擔心的是 極右派勢力的崛起 有沒有可能也讓這個歐洲議會出現不一樣的風景 大家也持續在關注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現在出包連連 我們要來看到的 就是呢這個百度的第六代無人車 叫做蘿蔔快跑 人家說是紅燈停綠燈型 他偏偏是綠燈停 紅燈型 也被批說是一個移動路障 快遞無人車被卡在減速丘中央動彈不得 還得靠路人助一臂之力 中國大陸無人車應用越來越廣 狀況也隨之而來 今年五月中旬大陸網路科技拒破百度集團 才剛發布第六代無人車蘿蔔快跑 宣告上千輛無人車在武漢進行實測 不過可能技術尚未成熟 頻頻被民眾投訴 經常有蘿蔔快跑的車輛 綠燈時停住不動 紅燈卻衝到路中央 有的是違規路邊停車載客 有的會在轉彎時卡住動不了 狀況百出 從以前偶爾還會犯錯的參考是 成長為具有1億公里駕駛經驗的 安全靠谷好司機 號稱克服了武漢的複雜道路場景 駕駛安全性高於人類駕駛10倍以上 安全度甚至直逼國產飛機C919 原本百度喊出 2023年有3000輛蘿蔔快跑 能拓展至全中國30座城市 但截至去年11月 只有800輛在11座城市運營 理想和現實存在落差 比如說出電經營 站到堆物 尾艙停車 它會自動地給它形成一個抓拍 然後進行一個升官的提醒 杭州市街道也有一台無人車 內建的高像素鏡頭 能在巡邏時拍攝各種違規案件 在上傳後台 由聯情中心研判 並指派員警到現場勸導或開單 中國大陸無人車應用場景 擴及街道巡邏 物流快遞和網約車等等 技術層面還有精進空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